民进党一向爱操弄统独话题 这不 近日蔡英文竞选办公室发言人 民进党部分区立委林静怡 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 又借统独话题挑动台湾民众神经 竟然公然鼓吹支持统一就是叛徒 此言一出党内舆论一片哗然 各界惊恶同批 据报道林静怡在接受采访时 公然释放台独言论 并称支持统一就是叛徒 这样的表态令全台震动 党内人士群情激愤 反问道支持台独才是叛国吧 这是反圣斗法第一招吗 恶评连连下林静怡闪电般 此句蔡英文竞选办公室发言人职务 但导弹人心仍惶惶不安 国民党立委陈一鸣追问 此时就没事了吗 蔡英文应该出来说清楚 林静怡的言论是否代表她的心声 虽然林静怡辞职了 但民进党没有道歉 反而对此事轻描淡写 向从速灭火敲声 党内舆论一针见血指出 民进党不敢出来否认 因为林静怡的失言恰恰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对抗大陆煽动民众仇视大陆情绪 搞渐进式态度 民进党的手脚从来就没有听过 这些只做不说的不能说的秘密 如今只不过被人捅出来了而已 从所谓的国安无法到反渗透法 民进党当局不断制造绿色恐怖 台湾社会一片肃杀 在大陆打拼的台商台包 在外不敢放心打拼 思乡无法安心回家 台湾老师和学生参加两岸正常的交流活动 要受到所谓平台的严密监控 台湾媒体界净若寒蝉 谁敢批评监督民进党 就可能被扣上卖台的帽子 甚至被取缔节目 对此不断制造政治对立 民进党的算盘无非是 挑起台湾社会的对立情绪 激起两岸的对抗与紧张 制造芒果干假象 变去选票 因为他的名声实在是拿不出手 八年前蔡英文参加竞选时 写过这样一段文宣 过去四年你过得好吗 你找工作有没有比以前容易 薪水能买得起的东西 有没有变多 你是不是害怕没有工作 觉得生活没有保障 面对未来你是不是更无力 如今这段话不妨拿出来重读一遍 民进党阴闷心自问 若是真为台湾老百姓好 为何不珍惜两岸和平发展成果 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别再制造更多的政治对立了 多在改善经济民生上下功夫 台湾和大陆是命运共同体 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只有两岸关系好 台湾才会发展好 台湾民众也应仔细思量 未来台湾要何去何从 还要任由一小卒台独分子 把台湾代向危险深处吗 不要被意识形态的芒果干 操弄欺骗而跟着走